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话说回来 伊朗之所以能硬钢美国除了伊朗的地理位置外 还有伊朗军队的家底十分厚实 而伊朗后世的家底有一大半都跟我们有关系 所以今天小冰冰给大家炒一炒冷饭 聊一下中国与伊朗的军事交流 其实早在两伊战争的时候 由于巨大的战争消耗 并且在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掉进了悬崖 所以急需补充装备的伊朗军队开始从我们这儿购买692型坦克和63式装甲运输车 在海湾战争结束后 由于这两件武器表现得并不太好 而且已经落后了整个时代 所以伊朗果断把这两件武器封存起来 但近几年 由于伊朗装甲部队的美制和英制坦克寿命到期 并且引进的T7-2S坦克的数量不能满足伊朗军队的需求 所以有一批692坦克被重新启用 但伊朗并不是直接拿过来用 而是给692坦克换装了750马力发动机 105毫米线堂炮 加装了爆炸反应装甲之后再使用 而在之后 伊朗军方更是引进了中国的591型130毫米加农炮 66式152毫米榴弹炮 并且从中国北方工业集团引进了CQ突击步枪 这三样武器现在成为伊朗陆军的王牌装备 而在海军方面 伊朗熟了引进C802反舰导弹外 还引进了海鹰4C401和C701反舰导弹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雷鸣和考萨尔反舰导弹家族 雷鸣反舰导弹家族主要由我们的海鹰4C401反舰导弹发展而来 但人家伊朗可是在海鹰4技术上换装了伊朗版的黎明寺小型窝喷发动机 并且优化了导弹外形 使得该型导弹长得非常像西方反舰导弹 而考尔萨反舰导弹则是由C701反舰导弹演化而来的 由于该型导弹能够在小型水面舰体搭载 并且伊朗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所以这型导弹被大批量的装备伊朗的导弹快艇互兑 除此之外 伊朗还将游击队三大神器之一的六三式火箭炮搬上了快艇 以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主作战之用 空军方面 虽然伊朗空军装备了大量的美式和苏式飞机 但伊朗也装备过大量的歼-72战斗机 由于美国封锁的缘故 使得伊朗的歼-72得不到相关零配件 所以伊朗将这批战斗机转卖给坦桑尼亚 而顺道买回来的歼-72战斗教练机却被保留下来 成为伊朗空军培训空军飞行员的摇篮 由于歼-72给伊朗空军带来的非常差的印象 所以伊朗空军并没有像海军和陆军那样大力购买中国货 但在C-802反舰导弹和美制F-4鬼怪战斗机的融合方面 却得到了中国的支援 而且随后又小批量的购买我们的运-12运输机 而在弹道导弹和远程火箭方面 虽然伊朗和朝鲜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但伊朗弹道导弹的起源却跟我们有着莫大的关系 早在两伊战争的时候 伊朗通过第三方国家引进了WM-80型273毫米火箭炮 但由于当时中国军工水平不高 且该型号没有制导装置 所以在两伊战争中的表现并不好 但却让伊朗军队第一次接触到了远程火箭 并且伊朗通过抄袭研发出了 奥格哈布远程地对地火箭系统 让自己第一次了解到了远程火箭和弹道导弹的相关研发流程 而在此之后 伊朗与中国合作将萨姆2防空导弹改装成短程地对地导弹 并且将该型号导弹命名为闪电69 该型号导弹由于只是将引导头部分和弹头杀伤部分进行了更换 所以该型号导弹还是使用的萨姆2防空导弹的发射底盘 不过对用弹道导弹来说 这样的发射方式比发射架灵活了许多 虽然伊朗的国防实力真的无法跟沙特埃及相提并论 但伊朗在武器装备的引进模式上 确实比这俩兄弟好不少 与这俩兄弟不同的是 伊朗并不是只买最先进的 而是宁可引进相对落后的装备 要学到相关武器的技术 可以这样说如果美国和西方社会不封锁伊朗的话 伊朗很有可能会是中东版的中国 为何士兵的一张战场自拍 竟然会坑了自己的祖国 解放军常备军足足有两百万 可是他们能领到多少工资呢 我国几年前的一次秘密军事实验 为何引起美国持续恐慌 关注每日点兵微信公众号 回复工资 点兵小姐姐通通告诉你哦 龙牙战术男装 点兵小姐姐的一生之爱 纯正男人的品质之旋 穿龙牙战术男装 与每日点兵一起见证 中国服装品牌的驻将之心